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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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很大問題 官升之後再記錄下來是何時開始的 是啊 可以這樣說 有眼的東西應該會開始官升 甚至乎我們都懷疑過 會不會有些暴雨類動物 比如說鯨魚 一些應該體型比較大 也比較高的智慧的動物 牠們會不會有觀星的習慣呢? 甚至乎那些人猿、猴子 牠們會不會有觀星的習慣來看方位呢? 我們都有懷疑過的 甚至乎有些誇張得我們很久之前說過的 我都忘記了很簡單的生物 可能是龍蝦 甚至是爬蟲 會不會原來他們是會看星的呢? 那裡會說得越來越誇張 但是人類文明知道這種星的結構 跟我們的氣候變化關係 如果你問我 可能是沒有文字記載 可能純粹只是用口耳相傳的那些時代 已經有古代的人類企圖 去將自己的經驗去記錄傳承了 但是跟我們今天去看星 那個複雜程度會走遠 以前看星的 怎樣去找這顆星在這裏 這顆星在那裏呢? 其實很多時候你都是去畫的 首先你要定方向 是不是? 你說未有那些紫藍車 紫藍針那些之前 你就會建一些 要靠著你居住的環境的一些地標 來幫你定一個方向 而那些四個不同的方向 首先太陽起落的方向 月亮起落的方向 大家很容易看到是差不多 但是又不是完全一樣 然後就是 有了左右兩個方向 就自然有前後的方向 所以你定得去東西 你一定會去南北的 一定就會是 你說東和西的方向就是我們最容易 在日夜的變化就會認得到 你定到方位 然後你也看到那個天空上面 那個天空的抖轉星移的方向 也都是幫你定到南北方向的 因為你會發覺天空上面所有的星 尤其是你住在北半球的所有文明 你就會看到它全部圍繞著一個北極點去轉 所以你認到那個北極點 認到北極星 認到周圍的圖案 再加上你對於那種日夜 那種日月變化的經驗 你就基本上就分東南西北 你就有這樣的概念在背後了 但是我們看星的時候 這麼多顆星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投射回我們的想像 到那些星去認回那些位置 絕對是啦 不同文明都有去設計自己星座的方法的嘛 而大家都很有趣的 他們去命名星座的方法呢 都是用回他們日常生活的物品 他們相信的概念 神話也好 宗教也好 還有周圍的動物 所以你看到那些星座 無論你說是在那個中國 還是那些希臘那些都好 其實甚至乎你說再其他文明 他們有自己的明明星座的方法 叫做星官 甚至乎也有去後面掌管著顆星 還有星座的神在背後 另外有些就會像一些動物 有些像一些工具 都是他們身邊周圍的東西 你會發覺任何文明都會有 你說是一種方便記載的方法 還是叫做是展現他們哲學思想的方法呢 那都有在這裏 那麽簡單來說是紫微糾素就這樣 你看到那個北極星周圍的 你就覺得那個是皇宮來的嘛 是 好了 那我們看到最古老的星圖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記錄得下來的 不是用紫 用這個石刻的在那裡找到呢? 我不知道你說如果用紫的那些呢 你說中國文明裏面呢 你說講到去用 好像有聽過在那個 周朝是不是都有看到有這樣的記載 如果你說在那個 因為始終你有這些這樣的記錄 其實很多時候代表著 你已經有了一個其他的文字 一個信史的開始 很多時候你會看到有了這些文字歷史的記錄 同時間對於他們生活的現象的記載 甚至乎天文現象的記載 你會想到就是 信史和天文紀錄應該是同時誕生同時出現的 但是會不會有些地方是有信史之前就已經有升的記錄呢? 還有用什麼形式記錄呢? 當然可能你說有些已經是懂得用動物的皮 或者是一些比較初代的紙 大家千萬不要一個錯覺認為只有中國文明會做紙 但是其實你說如果說那些沙草紙 就埃及文明本身那邊都有了 是不是? 也都不會被中國文明辭 那一些如果你說要再說那件事是比較硬朗一些 沒有那麼容易腐化保存得好的 石刻這樣的樣子 那會不會在一個信史之前的年代 就已經有留下一些石刻來去刁斷了是講星的呢? 其實就這些觀測很少的 但是這個科豪益錄就要去介紹這樣的發現了 就很有趣了 就現在台長那裡都展示了這張圖出來的 就一塊石上面就mark了很多的記號在上面 而且這些記號都似乎是由人用工具是鑿上去的 而且去看這個石那個pattern呢 似乎原來是星圖來的 那就很令人驚訝了 是 但是我們對那個古文明的理解就是 古代的人那個文明比較低 按照他們算是做那麼多東西的是不是? 其實又不一定是的 他觀星這件事你需要那個文明程度有多高呢? 就等於你 其實我會這樣說 你將一樣你看到有興趣的畫下來差不多的意思 你捉了一隻牛 然後不要站在一隻牛後面 如果不就被人踢了 它會畫下來 是不是? 純粹將一些我們看到的東西去記載下來 這樣的習慣 其實你會發覺它需要的文明程度不需要很高 但是當然你怎樣去利用了這種記載來去添加內容下去? 我不是說你添加一個天文科學的內容下去 你說添加一個神話傳說的內容 跟你那個宗教信仰有關 那你就其實就是一路去豐富其他東西下去 你的文明程度也都是代表著越來越高 但是你說如果純粹有些東西肯記載 那又要看一下你找到這塊東西 本身在那個什麼環境上面找到了? 那現在這塊東西 台長它是在哪裡找到的? 意大利的古城 實物就展示來了 它有尺寸的10個cm 不過你告訴我這個是星圖 我都要想一想是否先 那首先如果你看這個圖的樣子 你都看到上面那些粒坑 應該不是太自然形成的 因為它每一個粒坑的樣子似乎是有人用工具作出來的樣子 似乎它有一些器具 那些器具可能都是另外一塊石 或者如果可能是另外 我想仔細一些探測一下 究竟是用金屬器具 或者是用石的器具 應該是有科學方法鑑證的 那它現在這個新聞就沒有講到這件事情了 但是它是不是一個星圖呢? 你拿實際的星圖一擺出來一比你就知道的 就算你不用人眼看 用AI看你也知道的 還有這次去找到這塊石 在一個意大利的古城 它這個古城其實出現了在當時的信使出現之前 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它那個信使出現的時刻都不同了 中國你也說是在商朝的時候叫做信使的開端 就會是在公元前比較早的時間 但是你說如果是埃及就可以更加早了 但是如果在意大利那個地帶的話呢 它就沒有出現不是四大文明的範圍裡面的時候 它就可能在其他地方已經有信使文明的時候呢 那個地方還是一個石器時代 就還沒有那麼擅長那麼有複雜的文明 去出了那麼多很複雜的社會體系 還有那麼多的工藝品或者是文字記錄 但是呢 現在意大利這個古城 它說的這塊東西 應該是公元前400至到公元前1800年 很多其他文明就已經是進入了這個會有歷史記錄了 但是那個地方依然是沒有的 就在它的古城城牆的城門 下面那裡的附近找到這塊石 那就很有趣了 我覺得它在城牆附近那裡找到呢 就是有一點點我立刻聯想到一件事 就是那個城牆那個城樓上面 是不是曾經有人去拿著這塊東西 在那裡對著天空的星 然後就記錄下來就在那裡鑿的呢 所以我就覺得呢 就是在那個位置找到呢 其實往往就是那樣東西就 不是說很茶餘飯 鑿了下來在那個山洞裡擺著就算了 而是似乎真的有人是想著鑿了下來之後呢 在那個城樓上面使用就是有些用的 但是它看那個星是比較遠的 譬如說它是講到的就是這個天傑 這個Skorpius 這個是不是天傑 天傑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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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星 你說以前的用途 光看記錄是沒什麼用的 是那個資訊 就是其中 為什麼我們古代這麼體重的天文呢? 其實是跟歷法很有關係的 你一年處於一個氣候一個什麼的方位 就算你沒有1至12月這個概念 你只是看那個星的變化 譬如說大家都是在晚上那個時候 但是向著同一個方向看 有時你會看到天傑座 有時你會看到其他的星座 講的簡單一點就是什麼呢? 你如果是屬於天傑座的話 11月是天傑座 11月的天傑座就出現在太陽方向那裡 所以你是不可能用肉眼看到天傑座的 最容易看到就是什麼? 6個月後 就是11月加6個月 就是5月的時候 你就最容易在晚上的天空那裡 去找到天傑座出來 所以你一直記錄著這個星 其實每個月那個星圖裏面 放的東西是有些不同的 是會有移位的 所以其實你在記錄這些東西 其實是很多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準備是 農業文明社會 知道什麼時候要採集去儲存 什麼時候要避寒 看星你就有個歷法的概念在那裡 那差在就是說現在你有這個星圖 是不是這麼快想到這個文明 是已經懂得有歷法的概念呢? 就再需要其他的作證 但是我會說 你一個居住的人有文明 懂得去將一些星的圖案去記錄的時候 其實就是證明你有一個比較進步文明的 其中一個證據在那裡 那這個圖就還原回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東西 但是有些存在有些不存在 就是有些在那個石頭找到 但是今時根本看不到 那為什麼解釋呢? 那很有趣的 他就記錄了其中二十八顆都在天空上面幾光的星的 列戶座那些就很明顯看到了 那他就說在列戶座的向北方向的頂那裡 他就在那塊石上面畫多了一顆星在那裡 而今時今日再找到那個位置是不見了一顆星在那裡的 我們再過有一顆超新星在那裡 但是今時今日那裡已經是沒有了 變成了一個蟹狀星雲在那裡 我們也不是說用肉眼那麼容易找到它了 那這個會不會其實代表著我們在這個文明上 如果他們有一個超新星記錄呢?那這裡就暫時不得而知 但是在其他的很多座的位置的方位那裡 是和我們看到的星座是很吻合的 列戶座很容易形的 天蠍座也都很容易形的 那個形狀一出就是了 你看到歐出來的話 你就知道它是在畫那個星座的 所以在這裡呢 最重要是 同時間 你說一個半個的圖像一個星座 沒有所謂 但是你現在同時間在一塊這樣東西裡面 有幾個星座都同時間裝得到 而且跟你在天空上面看到的圖像是吻合的話呢 那我就會很相信它是真是 古人正在是去重複畫這個星圖 嗯 是啊 但是它這個畫的星圖呢 這個紀錄呢 它要畫在一個石上面呢 正是一件事 就是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嗯 是啊 是啊 因為要記錄下來 而且我相信背後都是同一個 因為它在一個城裡面 就是那些人已經是進入一個城那裡去生活 就是說已經有一些集體生活的 不是一個純粹簡單的原始惹人社會了 是會大家集中居住 會有買賣 會有生產 而且是捕獵採集 再加上農耕社會 都一起混合出現的模式 所以你有得農耕社會出現的話呢 對於那種一年的氣候變化 是需要很準確的掌握了解的 還有一個方位的變化會是很需要掌握去了解的 所以在這裡看到就是說 它沒有其他的東西去留下來 但是現在一個石 一個石上面的資料留下來 那我都會覺得它有一定程度的文明在背後 但是如果你給我看這個石呢 我就想這塊東西我就扔掉它了 因為我不知道它在搞什麼東西 那證明如果要找的人其實是很熟悉星座是不是? 這樣說 獵戶座你給我一個這麼不熟悉星座的人 我一看我就知道它是獵戶座 就是你稍微想想一下以前的人 晚上沒有東西做的 沒電話可以用的 沒得上網的 看著天一天到黑就對於那幾個圖案 你很容易就認得那些獵戶座啊 那些圖案的 是的 所以以前有一個中國的文人 顧嚴慕就說 三代之前人人家識天文 因為他們不跟我們嘛 你現在看上去 這一陣子我都看到很多星的 不過他們在古代看到就是滿天星斗 還有晚上真的沒有東西做的 晚上你不會看電視啦 你不會上網啦 你不會看 那你剩下來 唯一一樣東西就是 你慢慢都看著那個星啦 是啊 這又說到現實一點的東西 你說如果說在農間社會會多看一些星呢 就是你對於這個氣候力法可以掌握得好些 其實去到這個中世紀 差不多去到大航海時代呢 你懂得看星 以及懂得用儀器來掌握星的方位 懂得繪製精確的星圖呢 是專業知識分子 你是可以搵食 可以發達的 所以呢 這句話我是搶了郭新教授的那句話來講的 他最近在社交媒體有提到 他就說呢 回顧一下歷史呢 這個天文學曾幾何時是一件很搵食 很實用的方法來的 因為就可以幫人家在那個航海那裡去定位 於是你去繪製地圖 以及精確地去繪圖定位 就是你是一個古代的GPS來的 這裡提一提 郭新教授就是之前是香港大學理學院的院長 他是天文 非常之厲害的天文學大師 好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2022 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的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件事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的嘛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紀圖真的沒有配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假裝我們兩個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紀圖